大家好,我是Janice 我是卓恩老師 上次我跟大家介紹了學員可以從什麼途徑開始學習舞蹈 今次就跟卓恩老師簡單講講我們的課程 在未開始之前首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中國舞蹈等級考試的課程內容 其實教材是由北京舞蹈學院編定的 一共有13個級別 同學每完成一年的課程後 就可以參加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和香港舞蹈總會合班的國際認可證書考試 聽你說課程的內容似乎是由淺入深 其實包括了什麼部分呢 就讓我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 中國舞基礎訓練主要針對柔軟度 包括肩、腰、腿和技巧 包括跳、轉、翻、進行長期訓練 給予學員一個輕鬆的環境 有效地提升舞蹈根基 有助兒童身心成長發展 透過本團的中國舞等級考試課程 孩子的身體各部位包括 頭、頸、肩、肩、胸、背、腰、寬、腿、膝、肘、腕、手、眼睛 都能夠得到全面的訓練 同時交入不同遊戲等互動元素 培養兒童對舞蹈的熱愛 本團定時舉辦劇目課程 讓學員從一個完整的舞蹈劇目 認識完整的舞蹈概念和文化 除了針對不同課程和演出 可以使學員發揮以往所學習的舞蹈基礎和技巧 認識更多民族民家舞的風格和運輪 亦引導他們運用舞蹈作為獨特的情感語言 課程的介紹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成為我們香港舞蹈團學員的一份子 就真的要快點來參加我們的中國舞等級考試課程 如果你還在考慮又想來體驗一下的話 我們接下來在22年11月6日有一個體驗課 歡迎大家來參與 查相電話就在這裡 多謝你們在這兩集的收看 如果覺得有用的話記得 Follow、Like、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有機會再見 Bye Bye